政府的房子只要比学校修的好 县长就地正法 我相信你一定听过这个段子 那么这个段子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 这个段子说的是四川军阀刘文辉 据说是他主政西康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 说政府的房子只要比学校的好 县长就就地正法 为了配合这个说法 一般还会配上一张照片 简陋的一吨县政府 这一看没错 县政府的房子确实不好 可惜有图不见得有真相 一吨县衙于1918年被焚毁 1919年一吨县就被撤销了 直到1939年7月 刘文辉的部下营长龚耕云到达一吨县 这才开始重新修建县政府 到12月修建完毕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县政府还没有修建完工 这是临时找的一个办公场所 和这张照片对比 还有一张所谓的县立小学的照片 学生们站在高大气派的教学楼前 这学校盖的果然不错 可惜这气派的房子也不是学校 而是德格吐斯的关寨 这个关寨的范围很大 不止这一两栋楼 学生们的确在这个关寨里上课 但也不是在照片这个楼里 除了学上 县保安团也在关寨之中办公 连附近的寺庙也在关寨里开会 其实刘文辉统治西康20年 不但没有重视教育 反而经常挪用教育经费 学者李一仁去西康考察 就写成了西康宗览这本书 书中以1938年为例 1938年西康省的教育经费 普通教育是21万元的预算 特殊教育只有3.8万 可以说是少的可怜的 1943年算上国家划拨的经费 省里划拨的经费 线上自筹的经费 西康全省的教育经费预算是677万 结果最后拿到手的只有150万 很明显绝大部分教育经费都被挪用了 关于县长就地政法这个段子的源头 来自金陵大学的孙明经 1939年7月 孙明经受邀参加川康科学考察团 在西康拍了一些影片 这些段子就是在那个时候留下来的 孙明经拍片子 很多都是接受赞助 受邀约拍的 比如受长沙华解力香秀公司委托 就拍了一个片子叫香秀与直散 受烟台人力实业公司委托 拍了一个片子叫地毯工业 这些片子看似纪录片 其中广告的成分很大 这次入西康拍片 拿的是中英庚子条款管理委员会的赞助 孙明经拍的片子于1932年上映 刘文辉亲自到金陵大学去观看 并热情邀约孙明经再次到西康做客 其实刘文辉在四川军阀之中 只能算一个二流角色 重视教育这件事是一定没有的 倒是他做鸦片生意 要比别人做的红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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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